中場我們訪問LAMINGO的投手教練吳俊蘭 吳教練 吳教練是不是先談一下今天先巴投手黃金智他在簽物局的表現 對 今天 今天用到黃金智的表現應該可以給他打個分數100分吧 因為事實上他今年的春訓的時候可能有落後其他投手的見度 可是我們都一直給他一個很安全的那種調整的方式讓他自己去調整 所以變成說他也在二軍有投了三場的先發 所以剛好也剛好是上個禮拜就把他拉上來 拉上來原因是應該就是就近的看他的身體的狀況 然後四季會給他一個先發的機會這樣 那今天他投了事實上也還蠻稱職的 那再請教吳教練就是說今年LAMINGO的這個中繼投手 失分率都比較高那目前是怎麼樣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 可能變成說今年目前以目前這樣看起來的話 就是像趙豪跟那個梗胖 事實上他們的身體的狀況沒有像說年輕投手那麼的來的強壯 所以手的狀況也沒有那麼像以往的狀況那麼好 因為我們是今年是由就是拿他們兩個為當主力嘛 可是變成說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的話相對多多少少還是會影響到 整個比賽的狀況 然後年輕投手的話就是也是 也是找機會讓他們有機會上去表現這樣 所以應該接下來也會希望他們越來越好就對了 對對對對對 好 謝謝吳教練總統 謝謝總統 謝謝總統 謝謝 謝謝